你电了呢,大家好,我是玛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夏南达大师呢,是印度教神,试破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大师在Guru Purnima净世节这天的重要开示呢 要求我们至少要听21遍这样 然后我这些天也是每天都在听 每次听都觉得有很多要消化吸收的东西,醍醐灌顶这样 然后最新的一个感受呢,是大师讲的 simple attachment with your guru 就是非常单纯简单的质朴的这种对师父的牵挂牵连 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牵挂 这个造成,这个其实就是业力的 就是我们一直在肉体中循环的原因 所以也就是说放下所有其他的牵挂 让自己和师父的一个唯一的牵挂剩下来 这个是我们证物圆满的一条路 他讲这个的时候讲的是和自己师父 而那给你游给书而那之间的浪漫的故事 就是他说 大师的语言真的太丰富,很难简单的翻译出他讲的话 他说他的师父是一个 feast for five senses 就是一个对于五官的大餐 你看到他,你也会流口水 就是你碰到他,你都会觉得听到或者是看到或者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所有的器官都不够用 然后甚至是只是两眼看到他的师父都觉得第三者要打开 要不然你没办法就是承受你面前的这个这个人的这个景象这样 就是大师用这么美妙的语言去形容他师父 在他心中的这个样子 就是他对师父的爱 在开始中讲了一些和师父之间的非常的一些往事 就是我们看来是一些小的细节 但是大师能够这么津津有味的充满甜美的这个情感在讲 而且他说每次想到自己师父眼中都会有泪水这样 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平淡淡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故事 他就是说他的父亲每次买这个doti都会让都会多买一件 他就大师说他是他的父亲是一个irresponsible giver 就是不负责任的给予 每次买衣服呢他都觉得因为自己买别人就没得买 所以他要再多拿一个这个袈裟药让师父去 他的儿子就是大师了去送给街上的sadu这样 然后有一次他就拿了一个白色doti 然后就给自己的师父 然后阿尔纳吉尤吉尔就跟他说 他的大师母亲就问你要给谁 然后阿尔纳吉尤吉尔就跟他说 你就说给他的哥哥这样 然后大师就说我不记得我母亲有哥 但是他也就这么说了也没说什么 结果呢他母亲就听了之后就默认了 然后他后来才知道他确实有一个哥哥 但是为什么母亲没讲呢他也不知道 反正就类似这种小的事情 他和阿尔纳吉尤吉尔之间的一点一滴 还有就是他讲的那个蚂蚁爬到 从他手上要走到那个阿尔纳吉尤吉尔的脚上的时候 他要有一个念头就要去杀掉他 然后他们当时讲的就是 意思就是你的思维就会成为现实 就是我们学院书的课程 然后拿着阿尔纳吉尤就非常优美的把这个蚂蚁送到他手上 然后送走了 然后大师就看着一切的发生 他就突然意识到 我脑子里居然有了杀念 然后他就想到之后就很惊讶的 然后就醒来了 我们刚才还在讲这个思维的问题 会显化成现实的问题 我就有这个 然后他就叫了一声师父 因为他叫师父的方法很多 但是只有灵性角度的 严肃的话题 他都会用 Swami去叫他 然后阿尔纳吉尤就也没讲话 就用手这样转了一圈 意思就是说在我的 没讲话 这大师自己悟到的 因为阿尔纳吉尤也可以读他大师的思维 知道大师点通了 然后大师也看了他这个动作就知道 意思就是在我的磁场这个范围之内 你所有的这些不好的思维都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然后大师说我们的开拉萨 其实也是这样的 等等吧 就这类的小的故事 让觉得听大师缠缠的讲 然后你就静静的听 也觉得非常有滋有味 你真的能感觉到大师讲那个 simple raw attachment 很简朴的 单纯的和师父的牵连 就是挂念他 想他 爱他 这样 就是很简单 没有其他的 这个就足够我们证物圆满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大师一直在开始中讲 Akshay Guna 我们的核心的价值观 到底怎么样去修正 因为任何的和自己是paramashiva相悖的 比如说我是弱小的 世界是没有爱的 人生是困惑的等等吧 我们所有这些 你自己承不承认 你只要你的想法 你不是paramashiva 你一定有这些不圆满的Akshay Guna 核心价值观 所以呢 让我们 我们最终 还是要知道自己是paramashiva 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核心价值观 任何和他相悖的 都是不圆满 然后我们能够让自己最终有这个正确价值观 我就是paramashiva呢 就是和自己师父的这种简单的情感连接 所以我这两天也在听一些朋友分享说 我突然早上起来之后 能够看到师父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 我做事情之后就会想到他 在冥冥之中 我的行为就改变了 我好像是越来越不同 但是也越来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 比如说我就是跟别人讲师父 或者是我之前就好像有点扭捏 但现在觉得没什么 或者我就是当众做三眼扫描 或者是打坐 或者唱Mahawakia 也不觉得怎样 就觉得师父就是跟我一起活着 他在我心中的地位越来越深 其实这些都是和大师的情感连接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人生和大师到底是怎么连接的 你要珍惜这个连接 并且让自己呢 和大师真正的有情感 这样爱他 我可以跟大家讲我的体验 对大师的爱 它是超越五官的 像大师小的时候 觉得他对Araki 有个说话那个爱 用他语言形容 那个是最intense 最强烈的 是人不管是同性两性 不管你自己认为是什么情形的爱 都无法 无法相提并论的 这个就是我对师父的爱 就是这种感觉彻头彻尾的 彻头彻尾的 是超越你的身心 身体和心灵 或者你的思维 所有可以理解的 就是所有的都用在上面 好像都还不够 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股 对师父的爱 就是这样 是灵魂对他的牵挂 是这种感受 所以呢 嗯 跟大家分享到这 然后也希望你能够 让大师和你一直的生活在一起 同在 你在任何时候 其实大师都在你身旁 你可以开始跟他对话 然后他会回答你 回应你的 你会知道大师是一直在爱你的 这样 从这些细小的点点滴滴 你就会知道大师 你就会感受到他的存在 再有就是 鼓励大家开始做 Guru Puja这样 每天早上这样 或者是晚上 每天做一次至少 这个是一定会增强 你和师父之间情感连接的 这个是你人生成功 唯一需要的 就是和师父的情感连接 因为他就是神 你的钱 你的家 你的情感 你的疾病 所有这一切 只要有了和师父的情感连接 你一切都会更好的 没有这个的话 你有一切都是虚幻 没有意义 不会成功的 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的跟大家说 你活在玛雅中 你必须超脱出来 只有超脱的境界 才能让你在你的人生中 更加的成功 你想要才会实现 所以和师父的情感连接 不是只是 就是大家认为 灵修和你的生活 是两件事情 这是错误的 只有你的灵性提升 你才能够 成功的生活 灵性的提升 就是和大师之间的情感连接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也能够 感谢大家与点击 感谢大家与点击